绵绵细雨中全新的Keylon地标重新点灯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整修测试 有基隆好莱坞美名的基隆Keylon地标全新亮相 除了更换字母不锈钢面板 即将原有灯条换为LED全彩灯泡外 最特别的是EENG四个字母以满板形式设计 能展现出文字跑马效果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处长曾志文透露 将在城市博览会期间 透过地标展演山海城三支影片 呈现地标全新的视觉效果 这一次我们搭配城博会 我们利用这一次把整个Keylon地标 又重新来做一个工程上的一些修缮 把原来它已经在处立在港口这么多年 然后有一些斑驳跟深锈的地方做了一些整理 那我们也利用这一次的整理 希望把整个Keylon地标再重新打造 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它除了原来会亮灯的这个状况以外 那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展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以整个基隆山海城的概念 有做了三支影片 那希望能够在整个地标这个亮起来的时候 让这个Keylon这几个字呢 除了原来Keylon的亮灯以外 也在这个地标上呢 可以有一些灯光展演的效果 那这一次我们为了让这个Keylon地标 给大家全新的感受 那我们特别在Keylon这几个字里面呢 在这个EE还有NG的地方呢 我们特别设计可以用这个中文字的概念 来做一个展现 疫情期间 Keylon地标也用内看一颗爱心的love字样 为国人加油 鼓励大家继续做好防疫工作 在这一次的疫情的影响 其实大家的心情呢 其实还是在防疫的这样一个氛围里面 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边的防疫呢 希望大家要有信心来度过这一次的疫情 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一次的灯光 搭配整个要做常态的亮灯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特别又设计了一个文字 那以love 那中间这个o呢 我们特别用一个新型的这个概念呢 去做设计 那我们用love 然后这个防疫加油 大家一起用心来做这个防疫的工作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防疫的新生活的展开 位于基隆西岸 古载山上的基隆地标 未来也会搭配城市活动 与特殊节庆播放动态展演 夜晚有经过基隆港区的民众 不妨抬头欣赏一下 举动地标的全新视觉效果 记者张旗潘 金融报导